大家好,我是武林阿姨 历时72个小时,一盆豆芽发得了 我是个菜鸟,用什么发豆芽的呢?靠的就是它 在使用中,我也摸索出自己发豆芽的方法 与传统相比,它的优势在于温控、喷淋和发芽时间 提前4个小时浸泡利豆,一共两个托盘 底下的托盘,利豆我放的稍微多一些 温控器是按国内的温度设计的 所以在温尼泊呢,夏季我也用的是春秋 360度喷淋气,可均匀的喷洒在利豆上 我改成全扣式的折光罩 折光效果更好,可防止变苦发色 减少豆芽的氧化变红 这是发豆芽的第一天 开始出芽子了 清晰的看到除夕水都变了颜色 根据水质的情况 每天换一到两次 继续选择春秋季节的模式 这是第二天 豆芽发的比较慢 我要开始加温了 选择了冬季模式 提升温度,加速发芽 到了晚上 豆芽明显的长高了 这是第三天的上午 我们看到豆芽已经将盖顶起 完成了发豆芽的过程 之所以豆芽很挺直 靠的是双层鸭板之间的压力 豆芽的根析很长 我是要剪掉它 由于根析会有苦涩 影响豆芽的口感 所以我剪掉的比较多 我仅用了两把绿豆 发出了一盆豆芽 剪掉了根析也不扔掉 是菜园子的天然有机肥料 最后一个环节 进行清洗 洗掉豆皮挤杂质 那么洗干净的豆芽 有利益储存 准备明天做全素春饼 谢谢收看喜欢点赞关注评论